上期测试了,如果站着不动,确实可以避免被灰熊攻击 还有一点忘记说了,并不是所有灰熊都会出现在野外 有一只测出的熊是在室内的 室内?你没听错,这是游戏内的一个彩蛋 这个房子看着很眼熟吧 只要你一开门就会有一个大大的惊喜 相信许多玩家第一次来到这里都会命散黄泉 就算你死后想回来复仇 留给你的也只有空荡荡的房间 灰熊早就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游戏已经发售两年多了 熊屋早已不是什么秘密 那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搞死这头老六呢? 方法还是有的 熊和山狮不太一样 如果深山着火了,熊会害怕 很大几率会反向逃跑 因为这只熊比较特殊 在屋子里,反向跑也跑不出这个小屋 只要在它缝过神来之前 赚起时间输出就可以了 过程中不用担心熊会攻击你 熊一直是屁股对着我们 属实是有些无奈了 刚才我也没数 大概七八角就把这只成年灰熊给踹死了 由于尺度的原因 剥皮画面就不给大家展示了 我只能告诉你们 用脚踹死灰熊最后获得的是略智熊皮 进行到这里,彩蛋还没完 桌子的抽屉里有两封信 其中一封信可以断定 屋主是一名植物学家 剩下一封信 大概意思是一位男人在野外刚刚定居 打算写信给老婆孩子 邀请他们来新家玩 结果房子不太坚固 灰熊闯进来直接把男人给吃了 两个文件都拿走 会发现抽屉上克制一行英文 和我经常光顾的边面上的英文类似 都是官方给玩家的作弊嘛 感兴趣的玩家可以尝试一下 对了,这头熊还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 就算你站着不动 它还是能一巴掌把主角拍死 可能这就是官方开的玩笑吧 关于这个彩蛋如果还有补充的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记得三连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下期视频再见